这是迄今为止最诡异的金字塔 只要你敢走进去 那么就别想不再出来 因为里面不仅有几百年的狗头怪物 而且只要是闯进的人都会被拦腰斩断 就算侥幸逃过一劫 隐藏起来的脏东西也会把你拖进地底之下 其实狗头怪物是法老封印在金字塔里的上古神兽 专门对付擅闯金字塔的人 但他也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任何人 只要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就会得到神兽的保护 可一群不怕死的年轻人天天不信邪 在得知金字塔有多数宝藏后 他们立马花钱让一个黑人小哥挖开金字塔的洞口 可就在这时一股神秘的气体突然喷出 黑人小哥当场就被毒气熏的脸色发黑 即便知道里面机关重重 菜花几人还是大着胆子走了进去 刚走到里面地面就开始崩裂 一群人直直地摔进了金字塔的底层 更加不幸的是 一个大石头静直落下 直接把同伴砸成了肉泥 幸运的是他已经不需要看医生了 随着同伴死的不能再死 几个人开始互相埋怨起来 因为他们能不能活着出去还是个问号 好在这时 菜花看到上方出现一个洞口 从上面爬过去一定能走出金字塔 随后大壮就架起菜花 把他抬到洞口里 但在他慢慢地爬行中 忽然看到里面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